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诚 我们把下周好运的运势报告给大家 好 一起来关心6月15号到21号的运势啦 可以做笔记了哦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生或缺乏安全感吗 真的会 真的会 如果有这样吃过亏 吃到教训的话真的会怕 当然 但是一定要认知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一直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会有后遗症的 来 欢迎我们的命运老师 首先欢迎风水大师陈快宇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汤帅汤正伟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艾菲尔老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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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有健美先生啦 好嘞 来 欢迎两位来宾 三位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潘映竹 映竹好 好 可爱 嘿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海角汪佩颖 海角 海角 汪佩颖 海角 汪佩颖 接下来欢迎很神秘的Edge导演 不得了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导演出新书了 对 出新书了 对 我的第一任 这不是新书而已 这是一部在大陆票房非常惊人的电影 就有Edge导演了 没有没有没有 导演因为你这本书你就赚了豪宅 跟一辆劳斯莱斯吗 在梦里 在梦里 零客气了 完全没有 不关我的事情 对 都是大陆那边的他们电影厂商 他们做得很好 所以是你写的原著剧本 对 其实这本书是九年前 十年前就已经出版过了 但是后来绝版了 然后我们大概一五一六年重拍 把这个小说改拍成电影 是 然后在今年五月一号的时候 在大陆那边上演 没想到 台湾当中也上了 对 这么热烈的麾巷 也还好啦 以前是有多热烈 是有多红 那炮房超级好的话 几个亿啊 是喔 一亿多人民币 也还好啦 我觉得很不错了啦 所以代表说原著写得好 也不是 我觉得 导演都是用燃烧自己的生命 在写小说啊 没有 我们认识导演的啊 他自己人生的故事就很精彩 很辛苦耶 对不对 再讲到缺乏安全感 两位妹妹其实这么漂亮 有什么好缺乏安全感 男朋友叫她滚 再换一个 但是你就不是 对不对 我说佩颖 你男朋友只要不在身边 你就开始会胡思乱想 对 我历任 历任男朋友不在我身边 只要我看不到她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懂想细想 是不是她去哪里啦 没跟我讲 然后最严重是 如果我今天找不到她的话 我会每一分钟打一通电话给她 那这一个男生 是有曾经让你抓到过她什么 没有 是每一个男生都这样 你怎么了 就是很容易没有安全感啊 多久没有看到她 或多久没有消息 你就会开始 如果假设好 今天我男朋友跟我说她去工作 那她工作 我知道她可能工作的时间 大概约莫两三个小时 就会结束 那我两三个小时之内 我都不会打给她 但到结束之后 差不多算两三个小时差不多 就打电话给她 第一通没接 想说还没结束 第一通会先缓个五分钟 第二通开始之后 因为都是因为做业务的要跑来跑去 那可能怕开车或骑车有什么危险 所以会一直想要打电话 然后就如果 就你先想到都是负面的 就是说她可能出了什么意外或危险 会担心啊 就真的担心 因为很喜欢 那好不容易回来就说 我手机没电了啦 为什么会没电 你去谈的 不想办法呢 对啊你可以带那个行动充去嘛 那如果今天她去跟朋友吃饭的话 那如果男朋友没有接 我就会打电话给她朋友 就问她说 她是不是真的在跟你吃饭 那她怎么没回 然后她怎么没有接电话 因为我会想说 那场合是不是 除了她男性朋友以外 还有女性朋友 所以她不方便接电话 哦 你就会开始自编自导 那个剧情了 就想了超多的 偶像剧不是这样演吗 而且会键盘柯南 就是她不接电话 我就去看她Facebook有没有上线 然后IG有没有上线 真的假的 对然后如果她被我发现 她IG有上线 可能15分钟前上线 她说奇怪15分钟 可是刚刚15分钟前 她不接电话 可能她就上去 一定有贵 你是柯南耶 哎呦哎哎哎哎 金姐的压力好大 那男朋友回家说 算算先睡了啦 先是不行 我一定要今天把这件事情 处理完我才让你睡 就她一定要交代清楚 对 maybe讲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但是一定会讲完 因为我觉得今日是今日比 那已经是隔日了吧 等你蕊清楚的话 不管就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了 不管一定要讲完 我才能安心的睡觉 但讲说你说是因为 这个这个 以前有过同样的经验被骗过吗 或者怎么样 会让你造成这么样的 没有安全感 这样已经 没有安全感到 几乎已经有点神经纸累了 其实是因为我家人的关系 小时候我妈妈就会看电视跟我说 跟你讲男生很可怕 他会干嘛干嘛 就是所有不好的东西 是妈妈跟你说吗 妈妈跟我说 大概在国高中生的时候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男生好像真的很可怕 然后可能 新闻都是会抱什么性侵啦 然后爱不到女朋友 就把女朋友怎么样啊 或者是要出去偷吃 所以像我现在也会跟我的 12岁的女儿讲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 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 就是想说 会种下一个阴影 心里会有一个 那个妈妈 曾经跟我讲过这个 所以我以后长大 我会特别 但是这也是好的 本子种下去了啦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 对女生是一个保护 你才不会太快地陷入这样 然后所以你旁边也有 男生的朋友 告诉你一些男生 真正的想法 也让你吓一跳这样 他已经有正宫女友 但是他还有小二小三 小四小五小六 每一个女生呢 都觉得她是她唯一的男朋友 这样好吧 很多男生都这样啊 不是 重点是说 那她也算是经营得很好 她经营得非常好 在这一块 然后因为她曾经跟我讲说 讲过一句话 我非常的驚訝 我觉得男生怎么会 这么坦诚跟我說 我没有办法用同一个身体 用太久 我听到讲说 这是一个正常 这是一个正常男生 会说出来的话吗 但是我觉得她是比较 坦直接的 她是就是你的 她不隐藏 算是你的男闺蜜 然后跟你分享男生 真正的心理状态 对她会 可是我们女生也有这种心情 但是我们也不会 真的这样做 问题是 会这样做的女生也有好不好 但是男生这样跟她讲 其实有另外一个策略 什么 她知道她就是这样的 硬竹 然后我就觉得 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可是又舍不得分手 因为那时候男生一定会说 我真的有在处理 我真的想跟她结束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真的会跟她分 而且男生还哭 然后对 然后我又舍不得 那很诚恳 很诚恳 诚恳是什么 而且有一次 她还有贵 刚开始哭都哭 哭很真的好不好 很真 而且你会觉得说 她怎么那么爱我 就爱我爱到她挽留我 她还哭 但是男生这样跟她讲 其实有另外一个策略 什么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 你也有这样的意愿的话 搞不好我们也可以 她是在询问我 她在约炮你 她是让你知道她就是这样子 硬竹 本来就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吗 有这个可能是朋友耶 那些什么 小二小三小四小五 不都是从朋友来的吗 不 网路来的 直接约的 就真的就是约来 然后她最夸张的是 她以前的正宫女友 现在已经分手了 然后她跟以前的炮友 浮成正宫 结婚生小孩了 那以前的正宫女友 变成炮友 什么东西啊 好可怕 所以这个会让你有一种 不安全感觉得 很多男生都是这样 对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 只是看你讲或不讲而已 嗯哼 你的这种不安全感 会让你的恋情 会不会到最后常就是 吵架分手收场 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会 因为男生会觉得说 你干嘛管我那么严 我又没干嘛 而且我只是出去工作而已啊 为什么你 你一直要问我说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结束了 那因为那时候我爸爸 就是她其实是很爱喝酒 然后曾经她有跟我妈妈 我妈妈有跟她说 你身上如果带很多钱的话 你不要就是 就是带很多钱在身上 就不要乱跑 或是放在车上 你一定要带在身上 然后结果呢 有时去喝酒的时候 我爸爸那十万块 全部都放在车上 然后她回家之后 跟我妈妈说不见了 我妈妈气到一个不行 她说为什么不见了 她说我就把钱放在车上 然后被朋友借走了 被朋友开车 车子被借走 所以连钱都一起不见了 然后我妈说 你这是屁话 你就是因为爱喝酒 然后出手很大方 所以一次就 钱花完了 哦 来问 好可怜哦 应煮应煮 你的初恋也是曾经 让你对爱情极度缺乏安全感 对 其实我觉得初恋 算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就是很深的一件事情 所以初恋一定要好好地 你初恋在你几岁的时候 初恋在我十八岁 初恋在我十八岁 然后在我十八岁之前 因为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那时候看了 非常非常多的少女漫画 就一直对爱情 有那种很梦幻的场景 就是你们学校的学长吗 不是学校的学长 可是他就是别的 学校的风云人物 帅哥 因为我念女校 对 然后所以就是 好不容易 女校嘛 认识到了一个帅哥 所以我自己就是 在哪儿认识的啊 朋友的朋友 对 然后就是 就是那种 运动学校的那种帅哥 对 然后以前小时候 看漫画就觉得 哇塞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是要 把所有的全心全意都付出啊 然后就是 男生也是像王子一般 会对你这样也好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就是 在很开心的状态下 跟他谈恋爱 然后也没有 那时候也都不会有 不安全感的问题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要怀疑这个人 刚开始是最纯真的 全心全意的付出 对 就觉得 这世界很美好 你住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我住过最浪漫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在台南念书 我是南部人 然后其实男朋友在台北 然后我每个礼拜五 一放学一下课 五点 我就立刻跑去搭客运 弄童帘 对 因为那时候 也没有钱搭高铁 就是搭四个半小时的客运 跑上来台北 因为我去到台北 我一定是住到他家嘛 对 然后可是 因为他是运动学校 他很常要去 假日都要去练专场什么的 然后所以我就 一个人待在他家 然后我就在他家的时候 我就在扫他房间啊 他干嘛整理东西 你会问他被子吗 对 就很开心这样子在家里 然后自己 换一下 换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的味道 没什么事做 那不然我来玩电脑好了 因为以前都是桌上型电脑嘛 就开机 然后开机的时候 以前用那个即时通MSN 它是会自动登入的 所以有时候我开机 然后就 登登登 就有讯息跳出来 然后就说 宝贝 我们今天是下午约4点嘛 然后想说 宝贝 怎么会有这个讯息 是谁啊 然后就点进去看 划那个记录 你知道是划 一个下午 历史讯息 应该划了四五个小时 从他两年前的开始划 一直往上 两年前的也太久了 对就一直划 一直划 反正就是这个下午 已经把这个故事理清出来了 就是这个女生呢 是在认识我之前 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女生 也是他们学校的女生 然后可是这个女生呢 有男朋友 可是男朋友是在当兵 职业捐人 所以长期不在身边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 也是很久了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 他就交了我这个女朋友 他也有跟那个女生讲 然后那个女生呢 就不太开心 对 可是他也跟他讲说 其实我现在是觉得 就是我们 就是我现在这个女生 遇到这个女生很单纯 我也想要 就遇到你算是她的正宫啦 对 他就想解除要跟她的不正常关系 对 可是他们两个还是 还是有在约啊 但他们两个算比你早啦 比我早 所以他们关系在我之前 感觉很坚定 然后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想像 原来 你一个这么信任的人 会这样子背叛你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可是又舍不得分手 因为那时候男生一定会说 我真的有在处理 我真的想跟他结束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真的会跟他分 而且男生还哭 然后对 然后我又舍不得 那很诚恳欸 很诚恳 那是什么啊 那又来这一招 他还有跪 刚开始哭 哭很真的好不好 很真 而且你会觉得说 他怎么那么爱我 就爱我爱到他挽留我 他还哭 有抱大腿吗 有跪下 我跟你讲 男人这时候 采取的策略就是 一哭再哭 三下跪 对 女生就一定心软 对 然后就心软 所以我自己舍不得分手 可是我又很没安全感 我又怀一东怀一溪 怀一东怀一溪 然后其实真的 其实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对 我觉得那种状态很差 然后 就算他今天真的没有怎样 他真的在上课 他真的在忙他的事情 我都会说 你就是有鬼啊 我后来就变成说 有时候不止礼拜五 我可能礼拜三 会突然间想说先下课 好今天可能课止到两点 那明天的课可能是 从下午才有 你不会当天来回 所以你就立刻搭下 想说当天来个来回 也没关系 对 我会等他放 你会说我现在在你学校外面 就是我会变成自己很神经紧绷 然后他其实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当然 他当然会觉得说 好 我的确做错事 可是 你也原谅我了 那我也有再改了 但是你每次都要拿这件事情来怀疑我 然后每次只要一找不到他 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是 酸他吗 对 我就用酸的 我就说 你现在 你现在平常不让我怀疑 就是因为你自己做错事 我才会怀疑你啊 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刚好而已啊 你不觉得你罪有应得吗 什么什么 罪有应得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要这样子 我们之前的关系怎么继续 对啊 这句话 也很诚恳 对 然后 我又觉得说 对 我又不能讲 反正重点就是 我就是一直持续跟他 给他机会 然后 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我就是很 就是内心很纠结 常常不安全感 我就会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好像还讲 吓死我 一定很常跟他讲 就有一个好闺蜜 对 一定他很常听我讲 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事情 听听听听听 大概听了有大半年有 然后他就是 都跟我讲说 劝离不劝何 他就说 我觉得你这男朋友 就是 你看啊 你们都 他都已经有这样的前科了 他一定就是 还会再继续这样啊 男人就是这样子嘛 有批一次 就会再批很多次 就一直在旁边劝我 说要 我跟这男朋友分手 分手 后来 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蛤 傻耶 对 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就是 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也是相隔两地不是吗 没有 这个女生她在台北 哦 所以英主的闺蜜是台北的啦 对 可是我不一定会跟她见面 可是我很常用MSN什么跟她聊 每天都聊 你的闺蜜是你 男朋友 那时候男朋友的朋友 我们共同认识 不是 算是我们共 应该算是 因为我男朋友也是我朋友的朋友 哦 对 所以就是 总是会有搭到的 有搭到的一层关系 很复杂 对 很复杂 然后后来就是 他们两个就走在一起了 然后所以 那时候对我来讲 就是除了爱情 人生的重创 对 因为你除了爱情之外 你又被朋友背叛 对 连友情都被背叛 就同时有两个就是 你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背叛你 那你的人生不就 男人你再也不信任了 女人你也不相信 对 所以就是现在我也会觉得 遇到这个男生 然后他可能跟我的姐妹 讲个两句话 我就想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姐妹讲话呢 你们是不是有 你们是不是怪怪的 对 天哪 说到这个 我相信有很多女生 都会有这种感受 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针对 到底是什么样 星座的女人 在感情上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哪些星座的女人 在爱情当中 特别缺乏安全感 那么这个情感当中 也包含在婚姻当中 因为有些女生 结了婚姻后 仍然没有安全感 我们看看 你是不是这个类型的女生 有没有上榜 请大家参考太阳已经上升 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 上榜的 太阳上升 如果是双鱼座的女生 特别在爱情跟婚姻当中 没有安全感 原因是因为 她们天生容易胡思乱想 而且呢 会有疑神疑鬼的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明明老公应该下班回家了 或说明明老公答应你 要接你下班回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她的电话却不通 或说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的电话却关机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胡思乱想 你会觉得说 她是不是在交通的 这个过程当中 出生了什么问题 整体来讲呢 双鱼座这种 莫名的这种不安全感 就会油然而生 最主要呢 她们就是会胡思乱想 而且这种胡思乱想 就会往坏的地方想 所以呢双鱼座呢 在爱情当中 跟婚姻当中 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 那我们再看第二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女人 巨蟹座也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们看一下 原因是什么呢 是容易这个情绪焦虑 而且呢会莫名的担心 那么在爱情当中的感情的部分 的投入 其实都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爱 那么一旦这份爱呢 全意投入以后 那发现呢对方在爱情当中 没有这么样的这个忠诚于自己 或者是说发现一些对方 他有可能跟旧情人还在联系的一些蛛丝马迹的话 那么这个巨蟹座 就会开始陷入到一些焦虑的状况 而且呢莫名担心 自己有可能会被抛弃 或者是说自己老公 有可能会在外面 在搞小三小四小五 或者是说会担心他的另外一半 在网路上面 经常打电动 或者在网路上面 使用一些留言 或社群的网路的软件 而直接是新的对象 所以他们会产生到莫名的焦虑感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老公不回来 男朋友不回来 你就摆一双在旁边 不用穿就摆在那里 那你会穿了一双 这进进出出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不在 还是一双给他摆 那老公跟男朋友回来 会说这谁的 所以你就给他保留是给他 你要把他出去的时候 心在这里的时候 永远把他拉住了这个心 绑在这个地方 钉了这个钉子 给他钉住了 现出去了 现一拉就会回来 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在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特别的 没有安全感的 是天平座 那我们今天两位美女 一个太阳天平座 一个上升天平座 看看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们在爱情当中 这么没有安全感 其实天平座的 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的占有欲 其实是很强的 而且害怕被抛弃 其实刚刚你们所说的 跟过去谈恋爱的一些经验 你们都一直数落 男生对你们不够体贴 或男生对你们不够忠诚 或男生对你们没有尽责任 但追根究底 还是天平座本身 在爱情当中的占有欲 是比较强烈的 他觉得说你一旦跟我交往以后 那么你的人 你的身体 你的心灵 你的全部都是应该属于我的 都是只有我能够 占有跟享用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心事 没有办法在我身上 百分之百的人的话 那么天平座 就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那么这份被抛弃的感觉 会有可能被遗弃的感觉 就会造成他们在爱情 跟婚姻当中 莫名的焦虑 以及没有安全感 有上班的朋友 双鱼座巨蟹座 以及天平座的朋友 在爱情当中 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给她做参考 太阳巨蟹上升天平啊 我跟大家说 我以前有多变态 我在跟某一任 大概是初恋再来的那一任男友 第二任男友 差不多16岁的时候 你认识 你知道 然后我跟她一起在餐厅吃饭 我会一直盯着她看 我盯着她看是干什么 我要注意这个男生 有没有抬头看服务生 或者是看 我规定她说 你点东西 你只能够看着Menu 跟人家讲说 服务生也不行 不行 服务生欸 不行 你点东西 为什么要看她 你要跟她确认啊 眼神确认 不用 你就跟她讲说 你要一杯咖啡 或者是你要一份牛排 就这样讲完就好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以前气到就是她这样一抬头 我就会说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她是认识吗 你才不尊重我了吧 我才是你的最爱 你干嘛看别人 天哪 这真的就是情绪焦虑 而且占有欲强的现象 对啊 后来她还是劈腿啦 哈哈哈 这种也不是后来她劈腿 你碰到这种事情 谁受得了 你们都有神经病好不好 我们是很爱 我们对于爱是很秘 你很爱 能够接下来跟你继续过一辈子 那人才有病好不好 还可以喝一杯咖啡 一碗卤肉饭 她还活不活啊 够了 很多人不安全感来自 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家庭 所以映竹你从小就看到妈妈 因为爸爸不停地外遇 然后妈妈受到很多伤害 对其实我觉得 很大部分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那单亲家庭的话 就是一定是爸妈的婚姻有状况嘛 然后也都是在我懂事之后 我看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像爸爸就 当然就是他外面可能有阿姨什么的 这件事情就是 不争的事实 但是呢 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因为我知道 我陪在妈妈身边嘛 然后爸爸又是妈妈初恋 所以我知道妈妈就是一个 很贤妻良母为这个家 为老公奉献很多的女人 爸爸是妈妈的初恋 那妈妈就不知道是爸爸的第几年 对 你爸应该是一个帅哥 我爸很帅 然后他就是 像我听我妈在讲 就是以前 因为他们是同班同学 然后可是同班同学班上 还有学校也有很多爸爸的前女友 对 然后因为爸爸就是帅哥 风云人物这样子 就是一个浪 笑草 笑草 然后所以妈妈就是也是抱着一种 小崇拜小粉丝的心情 我们嫁给我爸 然后他要嫁给我爸的时候 外婆他们都反对 因为外婆他们都很有智慧嘛 这样一看就知道 这个男人可能不靠谱这样 可是妈妈就是因为粗脸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就嫁给我爸这样子 然后后来当然 我爸就是可能跟我妈结婚 不到三个月 他就跟我妈讲说 我不适应婚姻 他就觉得他不适应婚姻生活这样子 然后我妈当然就是抱着一个 我可以慢慢的让你适应 你慢慢的就是感化你 就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又是老剧本 对 就是这样子的剧情 然后后来生了小孩之后 爸爸也是说 我不适应小孩 对 但妈妈一样就继续就是 我可以感化你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到这个过程 一直不断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那一类的事情 但是我长大之后 我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陪在妈妈身边 我角度看到妈妈就是常常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然后以泪洗面啊 然后胃痛到就是送医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你知道我的立场 我就觉得天啊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妈妈这么好 所以其实即便妈妈 用了很多的包容跟爱 还是没办法 爸爸也跟妈妈生了哥哥跟你 对 然后还有妹妹 还有妹妹 还有三个 三个 他的心还是一直想要往外走 对 但也真的有出去 也真的常常出去 然后所以我 后来就会发现就是 其实 就算这个 就是你去用爱啊 用包容 然后用温柔 其实根本也留不住一个男人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浪子的话 然后所以就变成 我现在长大时候 谈恋爱 我都觉得 我真的觉得 你如果要劈腿 你要往外走 我真的也没办法 所以我就会很不安全感 我就觉得说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 我就有点悲观 就是觉得我对你越好 我就觉得越害怕 对 因为我的个性 一开始还是会想要付出 但付出到一半的时候 我想说 啊不对 不行这样子 我再付出下去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间劈腿的时候 我一定会气死 那你现在会想要跟女生在一起吗 不会 哈哈哈哈 这是 蛮好的啦 蛮好的 这是多元的选项啊 你是因为法案通过之后 忽然觉得又开了另外一扇窗 对啊 可以试试看啊 担心男生要不然就跟女生在一起看看嘛 说不定有 你就不会担心那么多 对 可是 可 当然是这样讲没错 可是我 我就比较喜欢男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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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 跟自己的感情跟性向 都是健康的 对 我还是想好像给男生一个机会 哈哈哈哈 OK 很好 很好 对 对 来 关于老师 我们呢就从这个风水上面 来看看什么样的摆设 可以让另一半更忠心 我介绍第一个是叫做 双双对对床边相会 什么叫双双对对床边相会 你看 我们看这个图 要两双鞋子 脱鞋 我们厄房现在回家是脱了鞋子 穿了脱鞋嘛 所以你厄房永远保存 有两双脱鞋在 有穿没穿没关系 老公不回来 男朋友不回来 你就摆一双在旁边 不用穿就摆在那里 那你会穿 穿了一双 这进进出出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不在 还是一双给他摆 那老公跟男朋友回来 不是说这谁的 对 所以你又给他保留是给他 我们家是这样 那我每次都会骂我老公说 你干嘛不把脱鞋穿走 留在这里干嘛 这个叫做和谐一生 所以你要这个家庭里面 在这里面的你两个人 永远存在是双双对对的 你要把它出去的时候 心在这里的时候 永远把拉住了这个心 绑在这个地方 钉着这个钉子给它钉住了 线出去了 线一拉就会回来 就回来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简单的 在卧房里面摆两双脱鞋 所以你把心拴在这个卧房里面 它永远是对你忠心的 好 出去的时候不再不会出轨 第二个我们介绍就是 卧房里面 代表什么 你本身呢 具有这个条件呢 找到一个很优秀的伴侣 例如说她在一个工作当中 她是一个达人 然后可能她会赚了很多的钱 可以养这个家 所以呢 她的条件基本上是优秀的 那本身呢 有这样的首相的女生呢 她对于感情呢 或是说她对于人事物 她是相当的敏锐性很高的 如果你的敏锐性越高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男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其实你自己第一个感觉 你就可以感觉到 第二个我们介绍就是 卧房里面押香富贵 这种押香富贵 恩爱不昧的时候 中午方法是什么 要两个香子 这个叫做百年好合 所以你要合以合 就香一香香叠在一起 如果摆行李箱可以吗 行李箱的时候 这可以摆行李箱可以 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如果 一定要有上下双叠 你立在那里就不一样 如果摆了三个 就会有小三吗 那就有小三出来 最多加两箱 因为你要夫妻恩爱 对她对你忠心的 就是一个就好 你不要一个一夫四二夫 一夫那不好 或一七夕二夫 老师来讲两个 而且箱子要躺着叠着 不要三个 还不能站着 站着表示随时要走 人家要走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 合合相对 合合相对的时候 这种情况才能够百年好合 老师那如果有四个箱子 然后两个两个别一起 两个两个别一起呢 不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多个箱子的时候 都是建议四千个 建议四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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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要转换 建议一个就想转换了 所以这种是不理想 所以一定要单纯的 对你中心 一对一的中心 怎样 你们家 你卧房放了几个 很多 因为像我们租房子 不可能说还有客厅 还有房间 就是一个小套房 所以像我们租房子 一定所有东西 都放在房间里面 OK 当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事实上很简单 你弄一块布 盖掉就好了嘛 对 又整齐出来 展现出来就一对 把那个鞋划掉了 你盖起来就看不到 眼不见为敬 对 展现出来是一对 那不是眼不见为敬 不是那么消极 你是积极的把它 划分开来 把乱的啦 或什么区荒 把它盖起来 你每个都展现出来 就是我现在看得很漂亮 我想追你 看到漂亮我想追你 硬竹要我追硬竹 那这种就是人的心 一直在改变的 所以这种是喜心厌旧型 所以如果你给他试试看 你房间也要白白看 你男朋友换一换 搞不好我们自己 也很喜心厌旧 不见得是只有男孩子会这样 女孩子也会啊 所以我们说建议说 要单纯为己 所以用这种方法 这两个方法和谐医生 或者是拜年好合 都可以在我们欧房里面 稍微做一下 都可以带给 这一个男女朋友 对你非常的众生 是 谢谢老师 来 很多女生 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 然后让她变成很不安全感 然后就会变成神经 神经质这样的 问一下H导演 你建议他们该怎么样 好好谈一段感情 现在年轻男女生 在谈恋爱都有一种毛病 就是交换 交换 什么换区 换伴侣吗 不是不是 心态是吗 没有 应该说我拿我的好处 交换你的好处 好比说 好比说很多原生家庭出来 他的可能家里不是很有钱 所以他对于金钱上 经济上他会很强烈的不安感 那他很自然他就去找到一个 可能我觉得他月薪要多少 十二万二十万以上 他想用这样子去弥补他的不安全感 或者是说他可能单亲家庭出生的 他家里没有爸爸 他就会想要去找一个像爸爸一样 存在的男朋友 那是一种互补的交换 可是我没有说这个绝对不好 但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们可以一直交往下去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哪一天如果他发现 你一直看到他这个好 但你没有发现他别的不好 比如说他是个渣男 他除了给你父爱之外 他除了给你钱之外 他还是会去找别的女生 这个时候你们就分手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承受 你所失去的那个所谓的依赖感 或者是金钱的一个承担 那就很难受 那像你们刚刚两个提的是 有点像 有点像是狗狗的那种分离焦虑症 就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从小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说爸妈可能长期会分开 然后你会觉得 某些人他会离你远去 所以你就会很怕说 如果这个男朋友不在你身边 你看不到他的时候 他如果离开你的话 你该怎么办 可是这是一样道理 就是你还是把安全感 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照理说你应该是把安全感 建立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希望有一个人 在你身边陪你 但你们不能够这样子谈恋爱 因为这样谈恋爱的话 到头来你一定会受到伤害 因为早晚有一天 他可能会因为意外离开 就算你们结婚 就算你们一起老去 他有可能比你先 你知道 就是不要 我知道不要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好好的谈恋爱 或让自己有个健康的人生的话 那个安全感应该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 你不需要在别人身上去得到什么东西 对 这样才会快乐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比如像我们理智上 因为听到可能双家这样建议 就想说 对对对我现在当一个成熟懂事的女人 我不要找我男朋友 我很有安全感 然后其实就是 好我不找 我不找 然后就说怎么办 就是搞了自己去很焦虑 可是我还是不找 就是很坚持这样子 然后可能一天两天三天 然后累积到第四天 爆炸爆哭 我真的好辛苦 我真的好痛苦 就是理智给自己说 要成熟 要有安全感 但在内心其实很没安全感 但又告诉自己说 不能这样无理取闹 然后就搞得自己很纠结 很像人格分裂 所以这就是年轻女生必经的过程 真的会 大概就是 你要成熟到一个阶段 然后 甩人被甩 没有 成熟到什么样的阶段 什么样的心态 就可以比较有安全感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女生 女生就是你要充分找到一个自信 就是说你的重心在哪里 因为你们现在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可能工作也没有 让你们很有成就感 感情也是一样的 那家里你们可能还得要很辛苦的赚钱 然后供自己的原生家养家 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 都有太多的不确定跟不安全感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值得抓住的这个人 你们就会一直想要牢牢的报警他 可是这个人多无辜啊 为什么他要被你们这样子哭住 你懂我说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像姐姐我个人 就会觉得大概要到差不多三十几岁之后 大概过了三十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在三十之前 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都这样 当你没有这么多的期待的时候 反而 你状态好的时候 适合你的男人就会出现 就自然出现 而不是说你去强求来的 好 来 对 演也要演一下啊 映竹 对 演 你演得出来吗 就说我没有要谈恋爱喔 我要啊 就看她 他老师来 我们来看看什么样手面向的女人 在感情方面 她是可以得到依靠的 对 女人感情想要得到依靠的话呢 其实要从生活当中呢 用智慧去好好的经营 你才可以真正靠在幸福的彼岸 否则你会发现呢 你得到依靠的条件 但是呢靠山三岛靠人人袍 所以呢这个手面向呢 其实呢 他都有被依靠的条件 就是你可以找到依靠的人 但是呢要怎么经营呢 第一个呢 你的首相呢 如果有一个美满的纹路呢 代表说你有这个门票了 美满纹呢长怎样呢 就是婚姻线呢 它延伸到了无名子的下方 好 虽然我们这个题呢 是讲女人 但是男人呢也可以参考 没有婚姻线啊 我好像没有耶 都没有吗 所以你们的婚姻线 导演你给他一点希望 对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婚姻线的话 那婚姻的观念比较淡保啦 就像你讲的没有安全感啊 来去填补内心的空虚 我就是找不到啊 那这个婚姻线呢 越长呢 长到这个无名子下方呢 代表什么呢 你本身呢具有这个条件呢 找到一个很优秀的伴侣 例如说他在一个工作当中 他是一个达人 然后可能他赚了很多的钱 他可以养这个家 所以呢他的条件 基本上是优秀的 那本身呢有这样的首相的女生呢 他对于感情呢 或是说他对于人事物 他是相当的敏锐性很高的 如果你的敏锐性越高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男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其实你自己第一个感觉 你就可以感觉的出来 所以你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知道他的条件很优秀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一定会得到他幸福 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但是呢你知道了之后呢 也因为你的敏锐性高 所以在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的小细节 你必须 例如说你知道 你的老公的什么秘密 或是知道他什么 有一些缺点 你要懂得去沉着 要去常住 什么话该讲 什么话不该说 如果你有这种智慧呢 去经营你的感情生活 你会发现 你会真正的更美满 否则你的敏锐性很高 你也知道一些好的坏的 是是非非你都很清楚 你有这种条件 聪明的条件去判断 可是你不懂得去沉着的话 你最终呢 还是会得 就是说会走到离异的这条路上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幸福的文路哦 我当的超开心 我立马打给我妈 妈哦我得第一名了耶 她说什么东西 我说歌唱比赛 现在要上台领奖了 然后就 然后旁边都很开心这样 然后我妈就说 哦是哦 你学校是不高人了 我妈说你学校已经没有厉害的人了吗 哎呦 她常常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幸福的文路哦 幸福的文路呢 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呢 感情线的上方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财文 我现在没有 就是有两条感情线的意思 哦 就是上面呢 就是说哦 这边如果多一条感情线 平行的 哦 这样的话呢 要很平很平 微笑文也可以 平的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要上下弯的 哦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幸福的文路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呢 你本身呢 能够遇到的条件就是可以 你不用愁吃穿 例如说她本身的经济条件很好 你嫁给她 你会发现哇 你可以打扮的美美的 在这个家庭里面 好好的生活 相夫教子 但是如果你本身呢 不懂得感恩的话 你会觉得说哇 这一切得来都是应该的 因为有这样的首相的女人呢 其实她天生好命 因为可能她会嫁给好的人家 或者她本身自己家里的条件 也还不错 或者她靠着她自己努力的工作 后天她也可以变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永远呢 都觉得说啊 我觉得这些得来都是我自己的努力来的 所以这是应该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不懂得喜福 不懂得感恩 那这个幸福文路呢 有一天她也会断裂的 所以这个幸福文呢 本身你有这种条件 可以遇到不愁吃穿 然后风衣足食的对象 所以也是恭喜你了哦 那第三个呢 就是依靠的脸相 好 就是说呢 你可以找到真正依靠的对象 那两位看有没有 手相没有 看脸相哦 就是眼睛呢 一定要先明亮 眼睛明亮呢 代表就是说 你比较不会看走眼 才不会瞎了眼 去找错对象 那再来呢 还要一个就是 脸型呢 要比较圆润 圆润的话呢 不要有太多的菱角 太多的菱角的话呢 相对的表示就是说 你会比较劳碌 而且你会比较不相信别人 虽然有菱有角呢 有时候其实会有个性美 但是有时候脸型比较圆润的话呢 代表你比较会 就是说顺应这个天意 然后呢 顺应这个缘分 来去执行 有时候你会比较听话 那有时候太过叛逆的话呢 你就会明明是一段幸福的感情 你就很容易呢 因为你的叛逆的个性 把它毁掉了 所以呢 两位来讲的话 脸型呢 有比较圆润 就是比较 脸角还不会那么明显 第一次觉得自己圆脸还不错 对 你哪有圆脸啊 我圆脸啊 你根本就是刮子脸耶 我老是这样算圆润吧 就是说 不要有那种零零角角太多的 所以你知道 你没有零角 但你不是圆脸 谁跟你讲你是圆脸啊 有啊 经纪人都说我圆脸啊 乱讲 你明明就刮子脸 我们现在突然就变刮子脸 有这好处吗 给他一点自信 有这个好处 他回去四天后又崩溃了 他回去四天后又崩溃了 他回去医美了 可是你 你刮子脸本来就比圆脸好看 你怎么会一直说 可是圆脸架比较好啊 我觉得他是脸这边比较多肉 你到底是想 演艺事业比较好 还是想结婚早一点 那算了啦 你刮子脸好了 你只有在试探 哈哈哈哈 好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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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竹的脸是比较长型脸 长型脸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强势一点 对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这样子是强势的 会比较强势 而且你的鼻子呢 三根也是比较挺一点的 所以呢你看他的脸型都比较长的话呢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他会得理不劳人 这一个部分的话 如果要修得圆满的话 你不要演温柔 你通常演不过三天 对 第四天恰起来很夸张的 对啊 骂男生很凶的 好所以呢 如果你要有一个依靠的话呢 有幸福的话 其实呢你平常呢 多多的微笑 那其实呢 这样脸型呢 也可以把它提起来 然后也会变得比较圆润一点 那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福气象咯 有时候呢 这就是先天修来的福德 就是呢 嘴唇呢 就是看天生就比较红润一点点的 然后牙齿呢 也是顾得比较好 所以他比较整齐 因为牙齿的话 代表内学堂 牙齿呢 越大科 然后越整齐的女生呢 他比较有贵气 什么叫贵气呢 例如说 如果你今天要嫁入好的人家 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条件 那牙齿呢 绝对是你好的条件 因为牙齿越大科 代表他比较智慧 个性有时候会比较大方 比较大气 他有时候呢 比较可以容忍一些 例如说 别人给他的障碍啊 他会因为说 反正我为了要求得更好 所以这个障碍 这个人路我会吞下来 可是呢 如果牙齿越小科 排列很整齐的 通常比较会记仇 排列很整齐 反而不好 不是太小科 然后就很紧密的 又很紧密的那种 对这种的话反而 上牌还是下牌 都一样 都一样 整口牙都要 就是越整齐越好 那忽大忽小 谁忽大忽小啊 有几个大小啊 就上牌大 下牌小的 有 其实也有那种尖的 尖的话呢 就是讲话比较锐利 然后牙齿忽大忽小呢 情绪比较不稳定 比较容易情绪化 在面相学来讲 可以这样做判断 那如果说 他本身都是一样大科 一样整齐的话 他本身带有贵气 越有贵气的女生呢 他越有机会呢 遇到好的人去疼爱他 那其实这个后天 可以去做整牙 也是可以的 因为当你的面相改变的时候 你的磁场跟观念 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你有以上这个手面相呢 其实恭喜你喔 你已经可以得到 有依靠他人的好的门票 但是要好好的去修行喔 真的 其实很多缺乏安全感的人 也常有自我怀疑 或者是自信不足的现象 一定有 佩颖 你从小 你说你妈妈 看你从来没有一句好话 是不是 从来没有夸张过你 对 其实我妈妈的风格呢 每次都是这样 比如说 风格 你从小 大家会说 好漂亮的小女生喔 好像洋娃娃这样子吗 我妈妈会说 谢谢 这个她会开心 这个我妈妈会开心 对 但是如果 只要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今天想要去 歌唱比赛 然后我妈妈就会说 蛤 你要比歌唱比赛 那你会得第一名吗 如果你不会得第一名 那就不要去了 就直接斩丁姐姐就跟我说 你就不要去了 但我知道妈妈是出自于保护我 很怕我没有得名次 会伤心会难过 但当下我只是追求一个 从来没有试过 然后我又喜欢唱歌 所以我想去试看看 然后直到我那一次我偷偷报名 跟同学一起偷偷报名 得了第一名了 我当的超开心 我立马打给我妈 妈我得第一名了耶 她说什么东西 我说歌唱比赛 她说哦 啊你还是去报了 我说对啊 我得第一名 我现在要上台领奖了 然后就哟 然后旁边都很开心这样 然后我妈妈就说 哦是哦 啊你学校是不高人了 因为我是南部人 我妈说你学校 已经没有厉害的人了嘛 她常常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比如说 我又要跟我妈说 妈妈我今天想要去 呃跳舞表演 就我也很喜欢动来动去跳舞 但因为我妈妈知道说 她从小没有让我 学过舞蹈 是 然后我都是自己偷偷比如说 看那时候去买什么DVD 看MV 然后自己跳自己学 嗯 然后我妈就说 好你要去表演是不是 那你现在在我面前跳 就这么近的距离 她说那你现在在我面前跳 嗯 我说妈这样很奇怪啊 嗯 她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现在只是对我一个人跳耶 那你到台上 你要去表演很多人看 那你不就觉得更奇怪 那你怎么跳 不要去 也蛮有道理的天佳 哈哈哈哈 不是 其实妈妈是站在一个 那个保护的角度 是 但是就是 口都是出一些 让你听起来很 不舒服的 很舒服的 都不是支持的话 所以你连去尝试的机会 你都没有 那你现在上节目穿衣服 你妈妈也会批评 也会挂的 她说你今天为什么 就是又穿长裤 你可以学其他 她如果看到节目播出之后 她就打来给你 对她会说 为什么你今天穿这样 或者是我连发文的那眼 她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拍一些搞怪的照片 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活泼 所以我也 就是什么鬼脸 我也都会放上脸书 或是粉专跟大家分享 我妈就一通电话说 你现在不要 你现在立马把那个照片 给我撤掉 我觉得太丑了 然后你以后上节目 不要再嘟嘴 嘟嘴不好看 嘟嘴 这他也能发现 他很关注你啊 他每个节目看都好看 一举一动他都会看 他就是看得比经纪人还仔细 对 然后粉丝会说 不会我觉得他一讲嘟嘴很可爱 我妈说那些人都是骗你的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不了解你 你嘟嘴真的不好看 所以以后不要再嘟了 你嘟一个我们看一下 还蛮好看的啊 很可爱的啊 但是如果整集都嘟嘴是怪怪的 当然不会 但是我妈就会看到照片 你就会开始说不要再嘟了 那照片不要发 你衣服不要穿这样 你脚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夹着 他这样也不行 你脚那边会夹出一块肉 不要夹着 那他也很懂耶 不然脚要开开吗 对 我脚开开的也不行 他说你穿裙子 为什么要脚开开的 我说又看不到 我有穿安全裤啊 妈妈就很也很爱啦 来来来 映竹 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 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总是不如别人啊 我觉得其实我应该算是一个 我们门代表嘴巴 门就代表嘴巴 一个房子代表一个人的身体 门代表嘴巴的时候 这个嘴巴上面一个一次 或一个物体在这个中 梗住了 你没自信 你不敢讲 所以人很内在里面 有他饱毒私塾 但他不敢去表现的时候 他也是最后一个 来 映竹 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 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总是不如别人啊 我只要想越多 我就会越自我怀疑的人 就是我的缺点 应该是想太多 你有没有自信自己是漂亮的 有 但是不能想太多 就是譬如说 不能想太多 好 你知道你是漂亮的 那你演戏 你觉得演得好吗 演戏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唱歌 唱歌也蛮好听的 不是啦 那听起来你比蔡依林还棒啊 哈哈哈哈 你看 你看 你现在这样讲 我就开始想太多 想说我真的有比蔡依林棒吗 好像也没有吧 这需要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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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没有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像我一开始 不管是什么事情 好像可能你刚刚讲的 歌唱比赛好了 以前小时候 我就是很爱唱歌 国小啊 然后高中什么 学校有歌唱比赛 一定都是直接去报名 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我都是出身之毒 不畏虎的那种路线 就是如果我这件事情 我很开心 纯粹是很单纯 兴趣去做 我就会很开心 然后唱歌就唱得很好 也会得名 但是后来就是 但是当我进了这个圈子之后 我就发现 哇 原来会唱歌人这么多 会演戏的人这么多 会主持人这么多 以前你年纪小的时候 你老师说你去主持那个 我们学校那个什么运动会 好啊 你就去了 你也不要想太多 然后表现也很好 因为你就是很轻松 但是我进了圈子之后 发现厉害人这么多 然后你看到这么多人 就是这么优秀之后 你就开始觉得说 不对 我就这样子 三角猫攻非 我还去主持 不对 我歌唱的也不怎么样 我还在台上唱歌 你就越想越多 你就开始变得有点怀疑自己 然后演戏以前 学校话剧什么都 我要当女主角 就演很开心 都自己举手 都还没看剧本 说我要演女主角 对 小姐 能顺利拿到女主角吗 可以 好嚣张喔 你好像是没人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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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句話有可能會影響你們一輩子 尤其是小時候 你知道我女兒最近啊 她就很興奮的 就拿了一張獎狀跟一個金牌回來 然後很高興的媽 我是全年級女生 就跳遠 跳遠 跳最遠的 就是所以她拿了一個金牌回來 然後拿獎狀 她就很高興跟我講說 媽媽媽 我跟你講 我拿獎狀第一名 然後還有金牌 我可以換什麼禮物 我就說 你學校是不高人啊 不是 我就很 我就說 跳遠拿第一名 要換什麼禮物 你又不是全年級 你的功課 你的分數是第一名 就是數學科的 這個數科 學科都是第一名 學科是第一名 那你來跟我換禮物 我跟你講 我絕對你要什麼 我都送給你 跳遠第一名 換什麼禮物 不行 需要鼓勵 要換一雙跳得更遠的球鞋嗎 也很好 沒有禮物 Oh my God 沒有禮物 我說平常心就好 哈哈 她就這樣默默鼻子去洗澡 不行 小朋友一定需要鼓勵 這樣會很傷心嗎 對啊 對啊 不錯啦 所以不行 篤林哥也講不出來 對啊 其實還是有幫助 有幫助 導演那你說 比如說 我跟你講 比如說以前我開公司的時候 我當老闆的時候 我面試人 我 所有問題一定有一個問題 我一定會問 就是 你跳遠第一名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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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有什麼事情你覺得你做 會是你全地球或全宇宙 你覺得你做得比別人認了一個 還要好的事情 對 哇 你是問 一定要全宇宙喔 真的 因為每個人都會講說我會什麼 我會什麼 可是我要問的是 哪一件事情是你覺得 你就是最擅長 你就會聽到很多很奇怪的答案 比如說我最會睡覺 我可以睡最久 我最會吃 我最會挖鼻石 之類的 你知道嗎 可是如果今天比如說你女兒講說 我有把握 對 我拿過跳遠第一名 我會去判斷說他講這句話 就代表是 他對他自己是有信心的 他的競爭意識是夠強的 是喔 其實所有的經歷 他都是有一個背後的道理在的 對 所以鼓勵他我覺得還是好的 好吧 他下次如果值千求第一名的時候 我就給他一個 好嚴格 好嚴格嗎 關羽老師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不良風水 會讓人家沒有自信 會讓人沒有自信的不良風水 那就跟媽媽住隔壁 就沒有自信 就住在媽媽隔壁 所以要把媽媽移走 第一個我們介紹叫 臥房的門的壓樑之載物 我們看這個圖 這是一個門 這是一個門框 這門框的時候 上面是一個橫樑 對 這叫壓樑 真的不舒服耶 我們門代表什麼 嘴巴 門就代表嘴巴 一個房子代表一個人的身體 門代表嘴巴的時候 這個嘴巴上面一個一次 或一個物體在這個中 梗住了 你沒自信 你不敢講 所以人很內在裡面 以後他飽讀詩書 但他不敢去表現的時候 他也是最後一名 所以門上面 絕對不能壓樑 外面的門 我們住家要進到我們家 這一戶人家的這個門的時候 就是代表這一家人 全家沒自信 沒自信是遺傳的 如果你是在你的臥房的 臥房的門上面就代表 住在這個空間裡面的 這個房間裡面這個的 那怎麼改 其實當然風水上 有些建築師畫圖的時候 有時他不小心 他在畫圖的時候 沒有去注意的 門跟樑剛好 樑在這個地方的 他門去給他偏到 剛好在底下 所以常常會有這種現象出來 我們把這個門上面這個樑 這個地方 把天花板拉平就好 將這個樑的部分拉平掉 就不會有那種樑的壓 那導圓角也可以嗎 導不了 導圓角風還是會這樣上下 我們物體的時候 風會吹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物體會下滑 當你圓了 它一樣是下滑 所以你把它拉平之後 空氣就流過了 所以要拉平天花板就化解掉了 就讓他看不到那個樑 對 這一個 第二個我們介紹 叫做天斬煞集 風扇立堂前的宅 就是外面的格局 看這個 這是窗戶 我從窗戶拍出來的 這是窗戶 窗戶拍出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是一個縫 這叫做天斬煞 這個對面的房子 有沒有這個 這個叫風扇 冷氣主機 這是冷氣的 剛剛這棟房子 一棟房子它是後棟 這也靠太近了吧 那太近了 越近傷害越大 都不用天斬煞 光這個冷氣的廢氣吹過來 就不放下來 在窗框對出來 就對著這條縫 看到別人兩棟中間的夾縫 這個夾縫出去 那一股風 這光線就衝過來 你想 你要往外走的時候 就一股光出來 你刺眼了 所以你會有自信 這就是 自信的東西 人的能量是經由外在的 物體光源 所有的氣場 會影響你 所以這一個光影響你 再來這是風扇 剛剛我們讀人講說 風扇在吹冷氣的熱氣 往你們家一直灌 你住在這個房間的時候 你那個溫差 你裡面又放冷氣 跟外面的熱氣一直在 那溫差一直跳動 所以溫差的變化 就會產生很大的 溼度的變化 那溼度影響我們的血液循環 所以血液循環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懶 身體越來越差 所以你的自信能力就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什麼 看出去要有前面名堂 寬敞的名堂 至少有20米的房子間距 是最好 是最基本 很多我們還看小巷裡面 常常都是10米 6米 如果你坐在6米巷的時候 就是很窄 那個前途都有限 這種房子到最後 就會產生憂鬱症 因為氣場不來 他沒辦法做很好的新陳代謝 是 所以憂鬱症 躁鬱症的產生 那種情緒就會產生變化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 謝謝老師 來來來 那H導演 你長期觀察年輕人 長期缺乏自信心的 是 怎麼樣做可以讓他們 充滿了正能量 缺乏自信心其實大概分兩種 一個就是 你沒有達到你自己的標準 另外一種就是 你沒有獲得別人的肯定 對 像我自己出第一本小說 長篇小說我要第一次出版的時候 我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我不知道市場反應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拿了我第一本小說 我就給了我一個閨蜜看 很好的一個紅粉之集 她是台大畢業 美國留學回來的時候 我就給她看 因為她 因為文筆很好 給她看完之後她就說 因為我當年考研究所的時候 她陪著我 她看著我讀了一個月而已 我就只報考了一天研究所 我只讀了一個月 然後我就考唱 她就說你真的太厲害了 她就覺得更自卑了 後來開始面對我的時候 就完全失去 對於自信心 譬如說我開車送她回家 她要跟我報錄 每次都報錯 她就是路痴而已啊 不是 她不是路痴 其實她是聰明的小孩 她只是面對我的時候 她就是害怕 沒有自信心 報錯一次 報錯兩次 報錯第三次 我說我們分手 蛤 你都報錯路跟誰分手 然後我就拿了我第一本小說 我就給我一個閨蜜看 很好的一個紅粉織集 她是台大畢業美國留學回來的 我就給她看 因為她 因為我們比很好 給她看完之後她就說 她說這什麼爛東西啊 她這是國中生寫的吧 我第一本長篇小說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就想說糟糕 那這本要出嗎 那怎麼辦 又給我另外一個朋友 也是閨蜜 也是紅粉織集 然後這女生就是比較流行文化的 喜歡聽周杰倫的歌那樣 看完她就說 其實這樣太好看了 你一定要出 然後我就想 反差那麼大 反差超級大 後來我就聽了我後面這個朋友的話 我就出版了 結果那本大賣 就一上排行榜就得就冠軍了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一種肯定 你知道一開始我也會懷疑的 對然後 所以我就說 你台大的那個朋友呢 就說 還在聯絡嗎 你整個國家是沒力了 沒有後來後來就 比較健行健行 因為他不欣賞你 因為這種就 會鼓勵自己的 會有正能量 我們要多來往 那種老師批評你 這樣還不可能 你要怎樣 這種就少來往 當然也不能只活在同溫層裡面 我覺得也是要聽一下別人的意見 是 後來是因為別的事 對 這一段我還可以再講 可以 好 像我以前 有交往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很沒有自信 然後她陪著我考研究所 她學校 因為我在學校就比較 也算瘋人人物這樣 活躍的 然後她就 我跟她在一起之後 她就覺得 我怎麼可以跟你在一起呢 你那麼好我那麼不好 我陪不上你 你那麼聰明 然後因為我當年考研究所的時候 她陪著我 她看著我 讀了一個月而已 我就只報考了一千年 就說我只讀了一個月 然後我就考上了 她就說 哇你真的太厲害了 她就覺得更自卑了 後來開始面對我的時候 就 完全失去自信心 譬如說我開車送完回家 她要跟我報路 每次都報錯 她就是路痴而已啊 不是她不是路痴 其實她是聰明的小孩 她只是面對我的時候 她就是害怕 沒有自信心了 報錯一次 報錯兩次 報錯第三次 我說我們分手好了 蛤 就是報錯路快點分手 不過就是報錯而已 你可以用倒行 對你可以倒行 分了手之後她很難過嘛 然後過了 她其實也希望再跟我附和 但我覺得就不需要再這樣 過了大概兩三年之後 有一天她打電話跟我講 她說我去考試 我說考什麼事 然後我就考研究所 她想要當老師嘛 大學畢業之後 她就考了幾千 可以當老師的 拿到老師資格的那種研究所 她說我拿到三間的那種研究所 哇 三間 她說我很感謝你 因為你讓我知道什麼樣 才可以找回自信心這樣 你在哪裡失敗 我覺得你要在那個地方 你去找回你的信心 你不然就是說一直逃避 來 康老師我們就來 預告下週的各生肖整體運勢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 6月15號到6月21號 12生肖的週運勢如何囉 現在看一下第一組 生肖鼠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這個禮拜你有三顆星的好運氣喔 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桃花盛開感情 非常的順利喔 因為這禮拜你會得到很多人員的相助 這麼開心啊 恭喜你喔 因為這個禮拜你會發現說 你的好人際關係 會帶來好多很多的機會 例如說有貴人幫你牽線 認識對象 或者是幫你介紹工作的機會 所以人脈的遞減 會讓你感覺心情非常的愉快 來看一下第二組 生肖鼠蛇 鼠雞還有鼠牛的朋友 這個禮拜有四顆星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呢 恭喜你職場如意平步青雲 這個禮拜你會發現說 你做很多事情 都是感覺神清氣爽的 因為精神很好 所以帶來好的一種動力 讓你對於你的選擇工作 或在工作室辦事的效率 也會變得更好 所以能獲得很多人的賞識 會讓你的世界上平步青雲 來看一下生肖鼠虎 鼠馬還有鼠狗的朋友 這個禮拜有五顆星的好運氣 在哪方面呢 恭喜你財新高照財富滿意 所以財神也跟著你的時候 你要記得多去把你的錢財理好 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有一些債務的狀況 這個時候好好的去把這個債務 做一個整合 或者是說有賺錢的機會 好好的努力衝刺 你會發現這個禮拜的機會 都是很好的 有效解決你的障礙 然後也會有機會增加你的財富 恭喜你了 好來看一下 生肖屬豬 屬兔還有屬羊的朋友呢 這個禮拜 只有一顆星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就是運勢比較主治一點 而且呢 煩惱會倍增一點 什麼意思可能家人的 一些健康的問題啊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呢 會有一些可能外物的東西 會變得更多 可能因為我們講人紅 自然是非會多 或者是你會覺得責任感呢 好像加重一點 會讓你什麼事情都要做 所以你會覺得很煩 怕自己做不好 所以呢 有一點正能量 有一點信心呢 才會讓你的做事情呢 會更有效率 好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 桃花最美生肖屬猴的朋友 恭喜恭喜 還有我們 事業追望生肖屬牛的朋友 是 還有我們財運最佳 生肖屬虎的朋友 恭喜你們 好喔 來接著呢 艾德爾老師也跟大家預告 下週各星座整體運勢啦 來老師 好我們從這個星座圖版來看一下 六月十五號到六月二十一號 各星座的整體運勢如何 請大家參考太陽 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兩顆星的朋友 在這一週呢 運勢稍微比較弱一點喔 是哪些星座朋友 有摩羯座喔 請你要特別注意 本週會有一些 這個鬱悶的狀況 是 這個鬱悶呢 就是心情不開心 也可能會影響到失眠 請你特別注意 兩顆星的朋友 還有誰呢 射手座的朋友 本週呢 金錢壓力比較大 有可能個人開支比較多 或者是說煩惱物價在上漲 所以整體來講 為金錢而煩惱 兩顆星的朋友 還有天蠍座 本週是生活壓力比較多 那麼代表說 可能會煩惱家人的健康 或者是說煩惱一些生活當中的 一些雜事喔 比較會有一些負面情緒喔 請你特別注意排解喔 三顆星的朋友呢 看看本週心情的運氣 比較好喔 是獅子座的朋友呢 在這一週呢 是健康運比較佳喔 如果呢 過去有一些健康上的小毛病 在本週都能夠順利的康復喔 那麼三顆星的朋友 還有恭喜巨蟹座 本週信心強大喔 絕對不會有這種沒有安全感的問題 因為本週你的信心就是最棒的喔 那麼三顆星的還有誰呢 有雙子座的朋友 恭喜你喔 好事要發生了 我們來賓呢 有雙子座的朋友喔 恭喜你呢 本週呢 各種的順利事情即將會出現 所以要對自己更有信心 那麼四顆星的朋友呢 運氣又更好一點 我們看一下有誰上榜 金牛座的朋友呢 財氣十足喔 所以呢不管是這個做生意 買股票還是偏財 都會非常的棒 是 那麼四顆星的朋友還有誰呢 牡羊座恭喜你喔 堅持努力 不管你現在的夢想是什麼 只要堅持努力 那麼一定能夠順利實現 你的夢想以及目標 四顆星的朋友 我們再來恭喜的是雙魚座 本週呢 貴人比較多 貴人相助 所以各種的煩惱 都會有朋友 貴人幫你做解決 五顆星的朋友是本週 運氣最好的 我們看看哪些星座 幸運上榜 水瓶座的朋友 恭喜你喔 在本週呢 是戀愛運最佳的 不管是新歡還是 這個舊愛 要復合的都有機會喔 五顆星的朋友 再來恭喜的是天瓶座 我們今天來賓呢 也有人太陽跟上升了 天瓶座的朋友是 越忙越旺喔 這個忙碌呢 是事業忙碌 愛情忙碌 或者是生活忙碌 但整體來講 都要對自己更有信心 就會越來越好 再來本週我們 最要恭喜的是 處女座朋友喔 是事業要翻紅盤了喔 這個事業紅盤呢 就會展現在 你事業當中的升官 以及加薪的好運氣 來本週 幸運加碼的部分 工作最旺的 我們恭喜 處女座的朋友 財運加碼 最旺的 記得一定去買彩券的是 金牛座的朋友 恭喜喔 愛情最紅最旺的 我們恭喜 水瓶座的朋友 不錯不錯 給大家做參考 好的 來接著呢 湯老師也幫大家做數字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開心百分百嗎 來老師 來我們的數字有 486 254 521 133 跟 447 直覺囉 好 印竹 521 確定嗎 印竹 你確定 我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 521 好來 還講 133 好 H導演 133 來 47 好 486 愛 安吶 安吶 521好了 好那254給我 來觀眾朋友 486 254 521 133 跟447 對 這一個月呢 其實基本上這個 這個主題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在哪方面呢 不管選到哪一個分數呢 都是100分 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447呢 447有我們的冠宇老師 冠宇老師呢 這一個月呢 選到的數字就是60分 對 因為其實人生什麼都有了 所以呢 求健康呢 求身心靈的平靜呢 是這一個月份呢 是最重要的功課 那如果說一般觀眾朋友選到的話呢 代表就是說呢 你其實生平無大事 這個月呢 就平安度過就好 好好地去享受你的身心靈的愉悅 對這種狀態是最優秀的 是 好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486 486呢 由我們艾菲爾老師所選到的 那這個月呢 有70分 代表感情方面呢 百分百喔 因為桃花洋溢的密德良緣 如果說你正在缺伴侶的朋友 這一個月呢 真的要好好地努力地去找一下對象 你會發現一定會找得到 但是呢自己的條件呢 那姿態也不要太高 放低姿態呢 才會有好的機會 好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的254 90分的好運 欸 在工作上來講的話呢 真的是備受肯定喔 所以你機會也會越來越多 但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腰越多的話 也會比較忙碌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健康的問題 當然工作呢 表現是非常的亮眼喔 是 好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的521 521呢 由我們的映竹選到 還有靜純選到的喔 80分 對 對 廣結人脈呢 貴人相助喔 而且呢 這是貴人開心 然後會讓你發現說 這個貴人幫助你呢 在金錢上啊 或是工作上呢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幫助 是 那如果你現在有一些卡關的時候呢 也要尋求一些貴人呢 只要開口 就會有人來幫你了 嗯 非常的管用喔 好來看一下選到133 133有我們的導演 還有我們的嗨獎 所選到的 網一百分 掌聲 人在走網運的時候呢 選到的都會是100分 而且呢 你會發現說 這個財運呢 會把它這個 錄到口袋當中 你會發現你的金錢上的障礙呢 都可以呢 在這個月得到化解 恭喜你們喔 耶 跟觀眾朋友來推薦一下 我們H導演的這本新書 初戀及錯過的戀愛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電影好看 電視劇我們也期待它的出現 真的講到戀愛 是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接下來跟大家推薦這一部 一套好戲 快步 時代大戲滾滾紅塵 是現在最有名的副茶皇后 秦蘭跟八爺鄭佳穎 聯合這個領銜演出 描述一段民國時期 跨越長達幾十年的亂世情緣 重點是 來 東風衛視 六月十七號起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七點播出 進行準時收看 好的 來 謝謝老師 好的 謝謝三位來賓的分享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請準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親民